我是何瑞文 今次所飾演的角色叫做Nora 她是一個很有好奇心 又帶點反悶的大學生 而在戲的中後段 會再次以人偶的形式出現在這個戲裏 Nora這個名字是來自幻偶之界的Nora 其實她在戲裏象徵著一個自由的靈魂 在富權、強權的制度底下 她要怎樣逃出這個困境 所以她都是象徵著渴望自由的靈魂 左右行路、表情、眼神、手勢 都要像嬰兒一樣重新學過人偶去運作 其中一場戲裏 Nora作為觀察者觀望著其他角色 在經歷一些事情 她作為觀察者的時候 當她看到這些事情發生 她聽到的時候 她內心聽到些什麼最有反應呢 可能她只能夠選擇兩至三個時刻 去呈現她這個感覺 所以每一個時刻都要很強烈 譬如她聽到一些她不喜歡的東西的時候 她的眼神、她的身體 能夠在有限度怎樣移動呢 怎樣可以馬上被觀眾感受到她就是不開心了 因為我們整個主題都是用惡去輸寫善 其實善和惡 說真的一個人 你不會 很多人都是大奸大惡的人 我不會走去強姦 不會每個人都去打劫 未必會知道很惡的惡是些什麼 如果你是喜歡一些奇情 一些懸疑 一些比較重口味的故事的話 我覺得這故事真的很適合大家去看 但是不是很恐怖 她有恐怖的點 但是她… 這麼恐怖 她有恐怖的點 但是她不會出現血腥的 她也不會出現裸露的 但是那個意識 對啦 那個恐怖來自於她的意識 她也不會出現 她的就是要超過 她的蓋子 她被她測到 蛇 她的不積化 她能夠